京都菊高校是学长制 学长姐都是笑容满满 在对学校的客人 但他们对于新生 就不是这样子 他们会对新生们 会有严厉 跟语气上面的一些指导 指导他们练习毫不懈怠 就像师傅们 恨铁不成钢的心 其实这才是真爱啊 他们的表演是 需要耗体力的游行活动 想想他们一场活动下来 大约三十分钟 还要用力踏步 还要有各种的动作表演 真的是非常的 消耗很多能量 这些行进乐队 对初学者来说 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学长姐的疼惜 就出现了 学长们便扛下来的说 音乐部分交给学长姐 你们只要负责动作就好 尽可能地跟上学长姐 不要弱拍 乐器没发出声音 不会被发现 但是动作不整齐的话 整个队众就乱了 看到 学长制的传承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 团结力量大 因此他们能 活力满满 微笑满满 梦想满满 永远传播爱的分享 谢谢学长制 相逢姿势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